艾德瑞吉左攻下生涯新高45分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今天马刺汉爵士上演一场精彩刺激的战役 双方战道延长赛人难分难减 最后马刺太医Rudy Gay 艾德瑞吉拉Marcus Eldridge接连得分 在最后34秒取得3分领先 中场马刺以124比120多下6联胜 艾德瑞吉更攻下生涯新高45分 前三节双方比数落差都在6到10分左右 马刺稳定领先 直到莫杰超级新秀米契尔 Dunovain Michel开启进攻炮火 在最后两分钟接连设计3颗3分球 成功扳平比数 最后3秒边线发球 马刺利用战术成功跑出空档 可惜艾德瑞吉没能传准 错失最后一级机会 比赛进入延长赛 延长赛刚开始双方都有出手机会 但都没能掌握 直到倒数3分钟 绝世中锋哥贝尔 Rudy Gobart上篮3分打率先得分 随后米尔斯 Patty Mills 米契尔护标中距离 将比数拉到1分差 随后第1 艾德瑞吉在篮下关键得分 成功超前比数 米尔斯两罚拳中在下保险分 进行抢下6连胜 此一马四艾德瑞吉 较出全场最高45分 9篮板 命中率近7成 上场时间也是全场最高41分钟 米尔斯拿下25分 吉诺比利 比利 曼尔尔 吉诺比利也有18分 5篮板 决士则由米契尔攻下最高35分 刺客3分 弹 菲佛斯 Derek Feverz也较出22分 88篮板 拿下6连胜后 马斯目前战机43胜30败 在西部战区第六战机和第五名的提湖相同 和第八名的爵士有二升差 马斯吉诺比利今天攻下18分 USA Today Sports 米契尔 美联社